当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分析这个领域 分析 我们一定要做出老板想要的分析项目 老板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跟钱有关系的事 所以这个时候 你觉得我们应该先分析什么 你觉得这边是不是有几张很重要的表格 就是哪一年卖的最好 就是业绩最好 哪一个业务人员的总业绩最好 对不对 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您觉得老板最关心什么 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对不对 你觉得他需不需要关心 他都需要关心 但是你最好是做出他最关心的 一定是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对不对 而且好到多好